早上待着帐篷,发现有两个女孩子一直远远地看着我,我有点不知所措,毕竟是个在天桥底下砸影的流浪汉,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错意,万一主动跟他们打招呼下,他们立马吓得走开,那该多尴尬,不管了,还是等他们自己过来吧,来了来了,他们开始过来跟我搭话了,我好紧张。 那两个小姑娘,很害羞,她们在商量着,想让我帮她拍照。 看来还是在商量什么事,看来商量好多,女孩子心里都在想啥? 有时候还很害羞,还在酝酿着。 看着我,又马上回头,我想,这两个小姑娘,难道跟远处的两个小兄弟是认识的? 看起来,他们还害羞啊。 我俩不会拍照,不是拍照吗? 没关系啊,我帮你们拍啊,我可厉害了。 就是我俩随便做,然后你就抱了。 嗯。 你想怎么拍? 我想看一下你拍照。 最后帮小妹妹拍完,还是跟他们来个合影吧。 哎呀,好紧张,干坐着好尴尬。 看,再说一次,看到这两个小机是说的。 不错了。 看起来',找点话题。 天老婆,走点话题间他们聊吧。 快点找话题啊。 走几年几年啊? 8年几年啊? 走一咯? 继续走话题啊。 继续找话题啊。 那边那两个小兄弟 molecule是否。 收拾一下、收拾一下, ,是想不到。 谢谢大家